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美国 英国跟随欧盟 加拿大跟随欧盟一起对北京就新疆 侵犯人权的问题进行了制裁 那么中国同马分国谈的是什么东西呢 谈的是中国围绕着欧盟对北京的制裁 采取的反击措施 这是第一个话题 那么后面我们谈到了炮风 法国小流氓北京要跟欧盟豪赌的问题 实际上是讲的是北京在法国的那个地方的行动 整个对欧盟的形势的一个影响 实际上这两个话题我们都是有一些交错 那么我记得这个无强博士的主要观点 他指出就是说 现在这个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呢 处于重大历史时刻 那么他也说是一个伟大历史时刻的一个到来 那么他用了新冷战这几个字 这新冷战一直是无强博士强调的 这个世界局势发展的一个前景 那么这个新冷战呢 用他的话说是围绕着这个人权和安全两大主题 为中心的一个世界政治的一个舞台 人权与安全两大话题 那么这个人权和安全的这个两大话题呢 在某位意义上呢 他说迫使中国和西方的进入了这种人权战略 或者安全战略的对抗和布局的阶段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 他认为中国在人权战略方面呢 处于相当的被动 中国面临巨大的人权危机 同时呢 美国在这样一场人权的这样一种对峙之中呢 目前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思考这种能力啊 已经被激发了出来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另外呢 他说这个北京呢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呢 似乎不带清醒啊 这个他跟网友谈到了 这种不清醒里面的这个深刻的原因 就是这个非理性大国崛起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他提到啊 在这种非理性的这种决策背景之下呢 中国做出了一些决策 导致这个中国反对中国的这种后果 同时呢 他说中国这样的一些决策呢 会导致这个中国在前几个月啊 在这个啊 赞颂了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离间战略中啊 取得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成就啊 那么我觉得他主要是指啊 这个北京的这样一个行动呢 在某位上赞颂了这个中欧投资协议 用他的话说 90%的可能性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要炮摊啊 那么这个中欧投资协议呢 是北京好不容易签署的一个协议 但是因为这一场对欧盟的反击的这个制裁 或者就非理性的这种制裁呢 他最后可能玩砸啊 就把这个协议一个玩丢了啊 那么这个协议呢 他说本身是一个离间美国的投资协议啊 现在呢啊 这个离间美国的这个策略啊 要破产了啊 那么中欧关系要面临一个破裂 想法呢 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呢 要得到强化 那么这是一个啊 捅了这个中欧投资协议的马蜂窝 另外一个呢 吴昌博士认为 北京的这个制裁的反制呢 相当于像整个全欧洲的一个 欧洲的一个宣战啊 这个是捅了欧洲的 摸了欧洲的老虎屁股啊 另外一个他认为呢 这个北京的这个反制裁呢 是向德国绿党的一个宣战啊 向德国绿党的一个宣战 因为德国绿党呢 显然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大选中呢 可能要成为执政党 或者是执政联盟的老大啊 那么他可能会拿下 德国政府的总理 或者外交部长的这个职务啊 因此呢 他谈到了这样一个宣战行为呢 对德国绿党的这种啊挑战啊 另外一个呢 北京对啊 这个欧洲的政治和安全的 这个机构的这个 集体机构的这么一个制裁呢 他认为摸了这个欧洲议会 这个军机处的老虎屁股啊 这个后果呢 也是非常严重的嗯 这么像啊 他说这个北京呢 现在呢啊 他们仍然陶醉于全球化和供应面优势的 这样一种啊状态啊 那么吴昌博士特别强调 就是说双方在一些合作领域里头一些变化呢 现在是一些迫不对的一些行动啊 他说在这个从根本上的这种合作和 某些交往呢 无法改变中美双方在人权和安全问题上 这两方面的对抗及其升级啊 那么那个人权危机呢 将会成为未来这个新冷战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特征啊 那么在这样一场危机之中呢 北京啊处理这样一个人权危机的方式呢 啊 他用的是一种啊 就是说制造了一种不可历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没有去解决北京面临的人权问题 他而是呢 啊 加剧了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的对抗啊 制造了进一步的分裂啊 那么他最终认为呢 这种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新冷战呢 啊 现在正进入了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快速通道啊 这是第一个话题 他的主要观点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讲到了这个北京在法国的表现 以及对欧盟的关系的一个影响啊 他说在这样一个北京和欧盟的这个游戏中呢 实际上德国法国呢 啊 一直扮演着某种绥靖主义的一种角色啊 正是这种绥靖主义呢 推动了这个中欧投资协议的这样一个成功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法国啊 这个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呢 这个和王毅先生当年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呢 制造的那种灾难性的冲突呢 他说效果是一样的啊 效果是一样的啊 但是这个卢沙野这个中国派驻法国的这个大使呢 他把这个国内啊 中国政府呢 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态度呢 搬到了这个欧洲啊 在这一点上呢 捅了欧洲的马蜂窝啊 那么这种捅法国的这个马蜂窝的方式呢 也让啊 对中国有绥靖态度的这个马克龙总统呢 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一种情形啊 那么马克龙呢 面临一个要做改变啊 要做调整的这么一个阶段 而且呢 这个吴昌博士预料啊 中国在威胁欧洲的这个价值体系啊 那么欧洲呢 他会比美国更快的这个团结起来啊 形成一个新的对中国的一个政策啊 那么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啊 原来这个欧盟啊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呢 保持等距离的这么一个外交啊 那么现在呢 北京的这样一个行为呢 在某位上将欧盟推到了美国的一个怀抱 他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啊 他们这个胜利估计打引号的啊 接下来呢 他说布林肯正在欧洲访问啊 关于这个事件的后果呢 还要进一步看布林肯在欧洲访问的 最终的一个成果啊 这是前两个话题的主要观点 在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特斯拉的事件 特斯拉的这个事件呢 他说跟我们前面谈到的话题不一样 就是说前面谈的话题呢 有些东西是可以下结论了啊 但是特斯拉这个事件呢 他说啊要进一步的观察啊 那么这个他说呢 这个是党和保密部门的啊力量呢 推动了这样一次啊 对特斯拉的某种禁令啊 那么从现在的前景来看呢 他分析就是北京让特斯拉在上海投资呢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一种 是拿这个市场啊换技术 而是北京要拿特斯拉这样一个新资本啊 跟他跟新资本的一种关系 通过这种新资本的关系呢 去了解和改善北京跟华盛顿的这种决策 在某个意义上呢 是用市场换美国的压力集团啊 或者叫流税集团院外集团啊 那么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呢 北京会在国家安全的背景之下呢 在可防可控的前提之下呢 不会把不会让特斯拉啊撤出中国 那么由于这个国家安全问题 已经提出来之后呢 吴强博士预料就是说安全问题 将会日益成为一个外资企业 面临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未来的这个外资企业呢 将会面临啊 双重审查的一种困境 那么所谓的双重审查 就是说美国方面的一种审查 和中国方面面临的一种审查 美国方面的审查呢 往往是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 介入了军民融合项目啊 中国方面的安全审查审查呢 就以特斯拉为代表啊 那么未来的安全的问题呢 吴强博士会认为呢 会无限的发酵啊 因为以后啊 会出现一个人权企业的概念 那么因为这个人权危机 和安全危机的这样一个博弈啊 未来呢会出现一个人权企业的概念啊 那么会导致啊 这个一系列新的这个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产业啊 炼的一种脱钩啊 那么可以预料就是说呢 这个在科技外交啊脱钩之外呢 未来可能会出现产业和市场这种两种方向的这种脱钩啊 这是从特斯拉这个事件的这样一个解读 好了 这个大概我力图呢 表达这个吴强博士今天这个节目中啊 阐述的主要观点 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观点呢 精确的度呢 要请吴强博士去修正啊 如果这个还有问题的话呢 请大家看原文 吴强博士看你有什么补充 没有补充 今天就是节目时间做的长了 对我没没想到今天问题太大 太复杂 很大的问题对 以后我们要注意啊 对我们下次这个把这个时间压得紧一点啊 对 好谢谢 那个吴强博士辛苦了啊 这个我们感谢嘉宾的奋信啊 谢谢导播的制作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下次再见